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台湾民意这个节目 做回来探讨真真真正的台湾民意 因为2021年 旧合逸地平台算已经迫近 第一次我在这里跟大家报告 台湾人最新的政动人动的欣赏 第一次我要跟大家报告的是 台湾人最新的政动支持的欣赏 政动人动和政动支持有什么不同 简单说 第一次说的政动人动是第一 第一次说台湾总体能力力量的分布 第一次是要针对每一次政动的社会支持率 来进行相关的分析和讨论 多久来说 第一次我要跟大家报告 台湾目前大大小小政动 所得到社会支持的实质状况 所以会更加骨折 也会更加均匀 刺激 不了解年底这段台湾台湾的台算 今天节目如果没看 真没策 所以今天有关台湾人最新的政动支持 欣赏 很快跟大家报告 前前我跟大家说另外一个事 就是说我们这个调查的发言是矩固 台湾民意基金会6个全国上的调查 其中的部分已经有公开过了 但是另外今天节目里面要拿出来的最终的部分 是第一次公布是第一次的资料 非常顶尾 请大家来好好参考 说到台湾人最新的政动支持的欣赏 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 就是说台湾目前除了民进党和国民党以外 还有几个小党 特别说 西台立党 清明党 台联新党 与立党 丁丁 在所有这些政党里面 你个人最支持的是哪一个政党 结果是怎样 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桌给大家参考 你看 北五万 利空一半 以後 民进党的百分之二三个 共亚 国民党百分之二三个 其他民党百分之二三个 不知道百分之二 最多人的經驗是 不支持聯合一個政黨 百分之三十四點九 這個就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我想這是一個第一 它表示目前台灣兩個主要的政黨 社會支持的聽到 已經差不多了 都二十三% 那麼小黨裡面 時代力量比較突然八點三 親民黨剩百分之四點一 這個意義在哪裡 我想今天要跟大家根據這個 我們來講一個重點就是說 天然台灣已經不再是一個 一黨獨大的這樣的政黨體系 一黨獨大 國民黨委員統治時 一黨獨大 或是說一救救抗年代的初期 一黨獨大的政典已經一去不回了 現在取而代之 就是兩個選民支持規模差不多 相當的一個中型政黨 民進黨和國民黨 加上兩個主要的小黨 時代力量和秦民黨 所形成的新的政黨體系 不過如果立法委員算幾個百分之五的政黨門檻來看 現在只有三個政黨高於百分之五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資訊 宋初如前世所領導的親民黨目情 所得到的支持只有百分之四點一 處境不是很好 事實上相當危險 這是一個目情 政體的狀況 其他的修動 其實我們 其實有政治沒有去分析 這修動包括什麼呢 包括台連 百分之1.8的支持 行動百分之1.4 其他的政黨像綠黨 社民黨 還有統促黨 民國黨 這些支持力都在1%以下 所以看起來這些小黨都還要努力 現在要跟大家探討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去了解一個政黨 除了去了解他的黨綱 黨章 或者說他的理念和主黨以外 政治學者給大家提供的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 就是說我們要去看 什麼人在支持這個政黨 換句話說政黨支持的社會基礎是什麼 我們要為這個 什麼人支持什麼樣的政黨 來了解這個政黨的性質 這是非常重要 今天我要把為國的方面來提供給大家了解 當然我們資料很多 我會用很快的方式給大家報告 首先性別的部分 性別是否跟政黨支持之間有某種關聯性 這是我們想去探討的問題 經過這張表所顯示出來 我們要看 在男性選民方面 除了沒有支持哪一個政黨這個部分之外 支持率最高的是民進黨25% 第二個是中國國民黨19.4% 時代力量9.8% 親民黨2.6% 這是一個狀態 看起來 男性選民似乎比較偏愛民進黨 那麼女性選民方面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差異 女性選民 看起來支持比例比較高的是 中國國民黨26.5% 屬於是民進黨百分之1.3% 四代力量百分之6.9% 親民黨百分之5.5% 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 我覺得還蠻符合我三十幾年來 對台灣政黨研究的一個 長期以來的一個發現 就是說 路上基本上在政黨的選擇上面 比較保守一點 那男性會比較傾向支持反對黨 或者是當年的像民進黨這樣的奔復的政黨 路上會比較支持國民黨 這是未來是不是的改變 我們未來再說吧 未來再好好去研究 第二個 關於年齡的問題 年齡是一個很重要的變數 我在這邊很快的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根據這個交叉分析 我有一個畫面 二十幾十四歲 二五十三十四 三五到四十四 四十五到五十四 然後五十五到六十四 六十五歲以上 這裡面的分布 我們先看民進黨和國民黨的差異 非常有趣 根據六頁的調查 國民黨在二十歲到五十四歲 這一個輕中壯年的族群裡面 他的獲得支持的比例都高於民進黨 這是不得了的一個發現 為什麼二十到五十四歲之間的這一個群體 會變成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這是一個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比方說李扎基里的戲會 支持比例最高的 扣除沒支持哪一個政黨不談 國民黨百分之二十五點五 民進黨二十一點二 時代力量百分之二十點九 時代力量在二十到二十四歲 這一個群體裡面 幾乎跟民進黨已經是可以分庭抗理 二十五到三十四歲 也是國民黨比較突顯 二十一點四 民進黨只有十五點九 然後三十五到四十四歲 這個是國民黨有十九點二 民進黨只有十七點四 四十五到五十四歲 中國國民黨有二十九點五的支持 民進黨卻只有二十二點六 這是一個非常怕人的發現 不過民進黨在五十五歲 以上的這個族群看起來 是大幅領先國民黨的 比方說在五十五到六十四歲 支持民進黨的比例有百分之二十八點三 中國國民黨是百分之二十三點二 六十五歲以上差距更大 百分之三十三的人支持民進黨 只有百分之二十點六的人支持國民黨 所以這是一個很清楚的一個趨勢 另外我們也很清楚的可以發現 四十五歲以上的人比較有人 支持時代力量的比例比較高這樣講 比較精確啦 四十五歲以下看起來支持者並不多 這也是時代力量這個政黨的一個特徵 那其他的我們就先不談 第一步我們來看審計的問題 升級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變數 在在討論台灣的政策的時候 如果我們這個表我們看得到 來 我們在台灣的續分說 中火龍客家和外省和原住民 原住民因為樣本比較少我們就不談的話 火龍人裡面支持民進黨的比例是最高的 百分之二十三點七 然後接下來是國民黨二十二點九 時代力量百分之九點六 客家人民進黨的支持比例二十七點七 中國國民黨百分之二十六 我們要領先外省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照理說應該要大幅領先才對 因為外省族群基本上還是比較跟中國國民黨有奄言 但是看起來並不是這樣 我們看到這個很清楚的一點就是說 外省族群有百分之四十二點三的人 宣稱沒有支持哪一個政黨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變數 未來的支持動向是很有趣的一個發展 另外我來要向大家報告告聽到這個部分 選民的社會背景中的交易程度的差異 是否影響到他的政黨支持傾向 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從這個表我們也可以很清楚看到 各位觀眾朋友所看的是 其實密密碼碼的數字 不過在我看起來是充滿生命意義 充滿社會政治脈動的一張圖表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這個比較兩個主要政黨就好了 我們發現在高中值以下的交易程度 也就是中等到低交易程度的這些選民們 民進黨的支持比例都遠高於國民黨 這個是很明確的數字 但是在專科及大學以上的選民 看起來國民黨的支持比例 又遠高於民進黨 甚至於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發現 就是在於大學以上的交易程度的選民當中 支持時代力量的人有14.3% 但是支持民進黨只有13.4% 所以為什麼一個完全執政的民進黨 一個完全執政的民主進步黨 競連無敵到這個大學以上交易程度的人 大多數的支持 甚至如果在三棟裡面看起來是第三名 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去面對的現象 最後一個要跟大家分析的區域 因為全台灣 台澎金馬 全國地区 其實有六都 十七元市 那麼在這些情形之下 我們濃縮一個 歸納一個 比方說台北和新北市 叫做雙北 南四都 叫做桃園 台中 台南 高雄 然後是六都以外的其他縣市 給它歸類 成為一類的話 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很清楚的一個趨向 就是說在雙北的部分 國民黨的支持率百分之二十二點六 民主進步黨百分之二十點四 差兩%左右 四代六都百分之十一點二 南四都就是比較是民進黨的天 百分之二七點八 支持民進黨 支持國民黨的百分之十八點七 四代六都七點七 然後吉他管齊最高的比例 還是中國國民黨百分之二十九點一 民主進步黨十九點五 四代六都六點六 看起來四代六都的 支持者分佈的 是在都會區 然後再往其他的偏遠縣市擴散 但是規模相對有限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 民進黨在南四都比較有優勢 在雙北以及六都以外 其他管齊 看起來已經列為被中國國民黨超越了 先說到這裡 後來都很快就回來了 剛才我們用淡薄比較多時間來為大家分析台灣政黨支持的社會基礎 這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社會學上面的一個研究的主題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 讓我們觀眾朋友可以深入了解台灣政黨的社會基礎 那麼淡薄有一個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 我也希望讓我們提供給大家 對台灣的政黨有更深入的了解 這就是一個政黨支持的一個 比較長期的趨勢圖 說長期也不是那麼長期的 至少是過去這個兩年民運黨上台之後 這一段時間所發生的政黨支持的變化 那麼這張圖也是價值連城 你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找到這種的圖 這是我們的研究的成果 各位來看到這張圖好像不太複雜 不過簡單看起來 分幾方面來跟大家報告 列色這條線代表的是民主進步黨的社會支持的變化 那麼納色這條是代表國民黨 那麼橫色這條代表的是世代力量 這個橫色這條是代表親民黨 那麼灰色這條代表的是無知識人口的政黨 所以差不多是這樣 這個橫色這條代表的是其他的小黨 其他小黨 這樣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尊敬跟大家做一個分析 離空一兩年八月 那當時民進黨有得到百分之三十點四的臣兵卡的支持 三十點四 一直到離空一半年六月 差不多兩年中間我們看到這條力色的線一直往下 那麼一直往下 當然在2017年9月的時候有再上來一下到三十點離開 這是賴清德出任行政院長之後的一個效應 然後再上來 但是尾巴就再上去 到現在二十三點已經可以說 這個時候是民進黨幾十點 比最低的時候最低的時候 那麼這是一個走向 當然看起來是對民進黨不離 另外就是說國民黨是拿色這條 藍色這一條你看 現在離空一兩年八月它是十六趴而已 國民黨只有十六趴的人的支持 是相當的多 然後呢 這個線慢慢好像有在慢慢在扶 慢慢在扶 那麼一直到最近來到二十三 相對來說 當民進黨在政黨支持 在下降在降級的時候 國民黨的支持是反部的上揚 大概增加了七個百分點 但是二十三趴對國民黨來動 也是感覺很壞 國民黨曾經有得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支持 現在只不過是兩三三 和民進黨都好五分五分 這是一個狀況 西大陸中 離空一兩年八月的時候 有十四點九的支持度 但是雖然這兩年的這個 政治行政變化 他也有一些起起落落 那麼 曾經落到六點四 還有扶起來 現在八點三 變成 除了民進黨和國民黨以外的第三大黨 這也是不簡單的一個 混亂的成果 還可以維持八點三 也是不太簡單 就對了 那麼 秦民黨 這個依頌初如為中心的秦民黨 在過去這兩年的狀況是怎麼樣呢 離空一兩年八月的時候 有七趴的支持 離空一七年 離開的時候 暫停又有到九點四的支持 但是接下來 從九年離開到近 整個秦民黨的起勢很壞 已經很多時候 都低於三個百分點 最近的調查起來 還有4.1個百分點 這個 這個狀況標示比較太多 以強人為中心的政黨 那麼看起來是比較不穩定的 其他修動方面 我們就沒有那個時間來做討論 中性選民 或是獨立選民這個部分 時間的關係 我也不做深入的解析 但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說 中性賢民裡面大概有一半的人 是對政治冷漠的 對政治沒有興趣 所以 而且中性賢民的 對他的政治支持 是比較沒辦法預測 就是說 他是比較 這個 分散的 比較散的一個群體 有時間 好好跟大家解釋 回來一個 重要的理論的觀點 今天我們說政黨支持的 總統安慶孫 類似我們在鳥看整個 台灣的政黨體系 政黨政治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們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他目前的情況 這是 決定選舉結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們來講一個結論 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民意的變化是由規律可循的 選民總是不含糊的回應各個政黨平時的表現 所以請不要再說民意如流水那一類疑蠢無知的話 那句話是習日國民黨威權統治者心存僥倖自以為是的話 得瓜重鬥得鬥 平時不努力 選舉塗傷悲才是真理 今天講到這裡 後禮拜等一個時間再會 要不停 坐在他身上 去 坐在身邊 住會 逐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